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回来了 上一节真的值得重溫 是啊 云观地看 就是说会市 金市 还有就是说 在思维上 逻辑上 大家好好消化 是终身受用的 是的 我觉得终身受用 因为你学会了这件事 自己是可以发问问题 和大师交流 会更加是 学多些东西 是啊 没错 有很多人就问 握了941应该怎么样 其实不需要 太过特别理会的 你觉得可以 握住上去的 又不等钱花的 就继续握 又未度假 对不对 用来换马 换其他更快的 那你就要面对着 承受一个风险 就是说 可能你换的时间 换了之后 突然间941再飙多一阵 而你换的那只股票 未必会走得快 假设一条问题 如果现在将 941 是 三分一的 投资在941的三分一 换到阿里巴巴 又如何呢 滞 滞得过 即是用三分一 或者用一半 都滞得过 因为呢 在现在这些价位上 我会看 9988 阿里巴巴 是会升的幅度 是够大的 当然了 就不要换了 因为为什么呢 可能阿里巴巴呢 在未来的升幅里面 还是滞下滞下 这样的 那变成了呢 你用三分一 来换下去呢 其实换得过 而且你说真的 你941 70几元 阿里巴巴呢 又是 70元 那里77 这个70 还有10到1 不是 那里是 多了10% 就是 你问我呢 我会觉得 941呢 就你升多20几个% 或者30个% 是 但是 阿里巴巴呢 就升的幅度呢 起码有1倍以上 就是等于40元的 941 升到现在 对啊 77元 加上股息 你都超过81倍了 你要记住 941 不是 9988 出口CB 行使价都105元 是 去做的 call option 是150元的 那你基本上 根本就是说 你长线下去的情况呢 9988的 升的倍数呢 一定大过 941的 不过看看 什么类型的投资者 有些投资者 如果只争招值的话呢 这个说话 对他们来说 就不合用 是啊 对不对 他可能看一两个礼拜 都是没有啊 都不懂得升的 或者出完了 那些 可换股债券啊 还有 那个消息 出来了 咦 爸爸都下来 70元 那样 就是觉得 咦 他们心目中 是应该出完之后呢 就一支箭 飙上去 那些是很厉害的 是啊 那有人问了 还有一个 挺有趣的 这条问题 他说呢 我就刚刚看到 就说 如果腾讯不懂得升 又腾讯 换股债 爸爸又行不行呢 这个就是 若明文的 又是 同样情况 如果以一个中长线的角度呢 腾讯这个位置 换下巴巴呢 赵正老是有着数的 但是如果以短线的 细头来计呢 其实腾讯不是不懂得升的 你要记住 现在这两个礼拜 市是调整的啊 他还站得很稳 腾讯是站在高位的啊 那所以 怎么会不懂得升呢 是吧 就是如果你说 这两个礼拜 但是市是升到上飞天的 腾讯不会升 又是静感 那当然不会升 但是 喂 现在市是跌过 腾讯不会跌过 指数由19,700 跌到现在17,700 跌了2000点 但是腾讯都是由400 跌一跌400 跌回来308 380 那你其实呢 也是啦 不要问这些问题了 就是 比如说 将941换了 788 会不会走得更快 要升的 其实一起升 究竟哪个快点 或者哪个稳定 其实这个呢 除非你的对比很明确 否则的话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还有呢 也就是了 不要一只全部沽了 转到另一只里 你分散一下风险 行不行 譬如说 OK 你用三分一的941 换到788 这个我赞成的 但是你说 全部941沽了 转到788 这个其实是多余的 真的 你这样跟倒谱大小 没有分别的 所以我也不敢问 全部 就是三分一 就是当是那里 找的 再会不会有一只 有个潜质 可能在潜在升幅 是多过941呢 大致上是差不多了 我想 就是股票 关于股票的东西 或者股票的投资思维那里 我们第一部分 就做得都挺长进的了 大家真的好好消化一下 第一部分的内容 真的想清楚 想清楚 怎么样去面对着 现在的市况 我只是最后一句说 就是说 美股美债 随时 都会出事的了 不是哦 刚刚呢 就是联储局出了 那个银行的压力测试 说美国的银行 个个都可以 安然度过衰退哦 压力测试呢 其实呢 就有个标准的 标准比如说 假如 股市跌多少 假如债市跌多少 那么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银行有没有问题 首先第一件事 这个标准 是不是realistic的 是不是事实先 是不是真的实际情况呢 还是 其实这个标准 可能呢 就是说 比这个标准 更加跌得深 那时候 银行过不过压力测试呢 是不知道的 所以呢 其实基本上 这些压力测试的东西呢 特别是 在现在这个情况 去做呢 基本上就是 可能是 用来遮掩住一些情况 而且也都会想 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做压力测试 突然间现在要做的 嗯 而做出来的结果 又这么满意 是不是叫你们 现在买银行股 不用怕呢 嗯 还是其实根本就是 在酝酿着一些大的波动 可能会很害怕 可能呢 这个情况呢 是 远远差过压力测试的标准 更加多几倍呢 嗯 这些你不知道啊 所以 不要信不信啊 这件事情 那有一件事呢 大家就要信一下 看看 那些报告准不准啊 我就专专找回 一个写字流空事率 是 给大家参考一下 看一看图这个是四月的时候 目的出的 就是说是第一季 美国的写字流空事率 继续是升 是接近20% 是 那有些个别城市 在其他的那些 有关追踪写字流空事率呢 美国的三藩市空事率呢 是23%以上的 就是你看到就是股市是这么厉害的话呢 理论上其实美国的写字流空事率 也是这么厉害的话呢 到底 美国的股市对吗 还是美国的写字流空事率呢 他未曾反映到在 美国的 股市 美国的银行问题 因为一个写字流空事率很厉害的话呢 牵涉到就是 我们整天节目都有讲的 CMBS 即是那些collectual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那些是用这个写字流来做按揭的产品那些衍生工具呢 其实银行是持有很多的 其中呢有我看过几份报告 美国的大银行呢 是持有很多CMBS的 其实那些钱已经不值得了 是啊是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未入数 还是什么事呢 是未曾反映给大家看要害怕的 是 所以呢其实 其实无论你怎样做做什么压力测试呢 基本上呢 亦都可以控制的 就是那个标准 我设定低 没有那么低的 这样的时间 你就过得了 你如果去到更加低的时间 过不过得了呢 还有 就是有很多朋友都 都明白的了 就是说 现在这个时间做压力测试 就是银行正在爆了 是啊如果你是假以时日 如果有一天 那些美国的大型银行 是因为CMBS出事的话 你好好记得今天 在2024年的 年中 我们在这节目说过 大家不需要惊慌 是预了 不过差了几时引爆而已 而且爆得来收不收到科 这件事才是最担心 所以 没办法啦 美债有没有做压力测试 美债不用做 做什么压力测试 是不是 现在基本上 你看到美债的市场 根本就在压下来的了 你看到中国年番的减时 已经中国帮你做压力测试了 看看有一天 美债的支不抵债的情况 怎样出现 那接下来有什么话题 可以说呢 接下来有个特别的话题 就是 不知道 大家 有没有发现到 香港整个整体的房地产市场 出现了很怪的事 是 怎样怪呢 写字楼的 售价跌 对呀 写字楼的租金跌 对呀 写字楼的空子率都高的 不过没有美债那么高 大家很担心香港的写字楼 大家已经担心了 那铺价跌 铺租也跌了 也是已经出现了 也是担心了 接着就说 十七九空 经济很差 唯独一件事 就是现在香港的楼市跌了一点 大家看到的 但是 这个多月大家吹得很行 就是 香港住宅租金仍然上升 为什麽呢 是的 真的这件事 吹了头 当你所有东西都跌下来的时候 唯一一样东西可以升的话 就是 有些人高瞻远逐 觉得香港的租金仍然都是 有上升空间 说现在就算用官方 的指数 都是年升三个月 所以有一篇文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这个早两天就看到 陈永杰先生 每次在楼市都是有 举足轻重的说法 我拿了这个例子出来给大家看看 是不是解释到 真是可以 香港的住宅租金 是 这个就是 刚刚 6月26号 就是早两天前 陈永杰先生 拿了例子出来 其实呢 现在呢 香港的租本呢 住宅租务很上王的 怎样上王法呢 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日出康城 一个第十期的项目 由南风投得的 LB10 这个小背景资料 就是一个业主 在2022年底 让23500元租住一个 三房海警的单位 值得提提 那里的三房海警真的是无敌的 看着李渔门的 因为他是最近东边那边的 一年死约 一年生约的 租金签约 一年死约之后 业主提出 我要加回你租了 23500元太便宜了 我加到你28000元 即是加成4500元一个月 租客就觉得 一年又要我交租 立即吴朗礼就搬走了 搬走了之后呢 陈敏杰先生引述这个例子 这个业主很厉害啊 刚刚找到租客了 现在用29000元就租了出去 比之前就多了5500元一个月 我幅度23.4% 如果乘回一年就不得了了 如果业主租给旧租客 现在租给新租客 收多6万6 他现在就说 就是几样因素 令到香港的 住宅租务上升 政府就提出 搶人财的计划 带动之下 很多的市场买家 是转卖为租 两个因素 他预计 香港的住宅租金 更有得升 其实 早在一年前 很多的 这些评论 就说 香港的楼价 有得升 今年又升5% 或者 但是结果呢 现在回头 到年中 反而 樓价 应该跌 跌5% 当然 跌5% 这些是黑刺 信他也傻了 白痴 是信他 现在 香港的樓价 很多跌了20-30% 四成都有 是的 香港 規矩 投降输一半 首先 第一件事 当然 日出康城三房 我不知道多少尺 23,500租 是不是贵呢 这个 我们 容后再判断 但是 因为不知道赤数 好了 但是 他说 如果是 死约完了 即是一年 是的 一年死一年生 已经加租了 我想 就是说 大部分的月主 都不敢做 这件事 真的不敢做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一加租 我一定搬走 就算多麻烦都好 我一定搬走 所以租客就一定搬走 是的 一定搬走 当然 搬走之后 会不会找到更加便宜的呢 这里 就一定不会讲的 是 即是 难道陈敏杰跟你说 那个客人搬走 跟着找到 2万 2万的租 准一点的租盘 还租大一点吗 不会讲的 是 但是 你说 跟着用2万元租出去 我们看一下 即是日出看城的情况 就算无敌海景也好 2万9租是什么概念 2万9一间 第一 我们的暂时资料欠缺的 不知道海景单位三房有多少尺 除不了尺租 所以不知道 2万3千5或者2万9到底是 市价 是的 第二就是到底 他说 住满一年之后就搬走 即是2022年年底 一年的死弱 即是2023年的年底 现在最近 他找到新租客 到底他最近和2023年的年底 跟屋吉了多久才找到新租客呢 似乎起碼半年 所以 看到这宗新闻 是不是香港的 住宅租务 是那么凌厉呢 那我就去fact check 找一下 那当然 你又会fact check 那你check了 所有东西都映了 在中原地产 我就去找回日出康城第10期LP10 最近的成交 我 有得他筛选的 他一讲最近的成交 就会 买卖的楼宇 和租务 混合一堆 我就只是选租务的 看看 我找不到一个 29,000元的最新的租务 是 最不幸的我由4月看到 现在 我是看不到 版链上面 在中原的网站 出现一个 29,000元的租务成交 OK 这是第一个fact check 第二件事 我试试看一下 日出康城 LP10 由南风发展的 平均的最近这两个月的 成交的租务 每尺的成交价 大概是多少钱 介乎 32元 到38元 这个就是 赤价 你能看到的 美尔那行 你能看到的现象 如果 市价来说 32元 一尺 到38元 一尺 是市价 是 这个大家看到的 这个方向 再找下去 浪费一点点时间 那我就看看 2022年底 陈敏杰先生说的23,500元的租金 是否存在在这个 成交记录里面呢 那我就找到 2022年底是没有23,500元的 在2023年的1月22号和2023年的2月7号 用南星图 是有23,500元 为什么我这么容易找到呢 因为价格 是那个 那个 租务的价格 是由高至低 或者是由低至高 搜索 找一找 那么多数页就找到了 这个就是成立了 陈敏杰先生说的租金的价钱 但是时间上 是2023年 就是时间上不吻合 现在时间不吻合 2022年尾 你呢 又要是大概这个range的话呢 我就找到 2022年的12月15号 和2022年的12月25号 有些是近了 因为相差500元 可能是陈先生就是 陈总呢 日理慢机 看看会不会的数字有出入 看看 记住这两个先 24,000的 是1座1B低层A室 12月25号那是2A的低层B室 OK 然后上面 1月2月那个就是合乎23,500的 都是1B的低层B室 那已经是 收窄了 Factcheck的范围了 OK 找完这个之后 再找另一件事 近期的 29,000的租帽子 刚才说在4月的时候 再找下去 咦 比我找到少少 在2023年4月15号 28,800 接近29,000 不过因为 在2023年4月15 不合乎 这个时间上的 吻合 因为要在2024年 新租才是 2023年4月20 29,500 接近了 但是在时间上的 5个 刷刷了 by elimination 只有一个 是相似的 就是2024年3月12号 2A低层B室 29,500 861尺 34元 资租 咦 这个是相似的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就将蓝色和绿色的 拼在一起 给大家看 要看看 在地址上 有哪个吻合 在两者相约里面 根据陈炳杰先生的 口供资料 在2022年 10月25日 那个单位 2A低层B室 24,000 以及 3月12日 2024年的 2A低层B室 两个资料吻合 价钱上 1个24,000 1个29,500 跟陈炳杰先生的 23,500和29,000 的相差吻合 到底会不会是 陈总记错了 两者相差是5,500 24,000和29,500 相差吻合 那你看回 原来2022年 如果是假设 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如果我说得错了 陈炳杰先生 或者中原的人 可以指证我的 那我就是全部 在你的网站找的资料 除非你未将 29,000 新近的租务成家 放上去 如果不是的话 我星期四找到这些资料 那就是 在2022年 那个单位 用回 假设是 2A低层B室 这个单位作为指标 861尺 除来是34 元资租 那用回同样的资数 24,000的话 大哥 原来那个市价 我只是看 最少都32元资租 当日这个业主 28元资租 给人 是 比市价低的 对啊 对啊 是吧 比市价低的 翻查记录 应该是2021年 2022年 即是刚刚 新的业主 拿了一层楼 不久 就立即放租出去 那现在 暂时在这个资料上 吻合了 吻合了之后 就再计 一条数 给大家看 这个 如果 真的是一年死约 2022年 租到2023年底 然后业主 就加租 然后租客 劈跑不走 然后 丢空了 差不多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 乘回24,000 就等于大概 6万元左右 虽然新的租金 你是可以收多 66,000 但是因为 丢空了三个月 你失去了 6万 那到底 那业主 是不是真的 好处了那么多呢 我用29,500租给新租客 但是我丢空了两个多月 才好处找到一个 新租客 但是如果假设找不到新租客 丢空下去 每个月就是 少了24,000 两个月少了48,000 三个月就少了 差不多 7万多 所以 在看这一宗新闻 到底是不是新业主 正如陈先生所说 租务 是那么亮丽 空刺了两个半月 幸好找到新租客 如果找不到的话 你继续是立空租的 会是的 其实是公死会 立空租 但是当然 这个可能 也是 算是业主有运的 情况之下 你 你 空了两个半月 这样就可以有人接租 但是 租客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可能 在这个租金水平 其实一直无人问津 刺了整年半年都不顶 因为看回同一个单位 2022年12月25号 才第一次租出去 如果这个真的才是第一次租出去 我看回地产网站 就应该是2022年已经收到楼 有些说一月入伙 如果一月入伙 就是12月才租到给人 他这家屋 最初收了楼 刺了很久 然后找到租客 可能就是便宜一些 因为如果用28元赤租 可能在日出康城 舊一些 第一第二期 就是这个价钱 是属于那边的市价 但是如果新楼 LP10 就未必是 第二 有人马上很醒目 D.Wong和Dennis 都说了另一个重点 是 你找到一个新租客 一定会透过地产代理 你租 那时候 业主要不要付佣地产代理 要的 就是 你是好像租金上面 正如陈敏傑先生 新租的业主可以得到66,000 但是你丢空了两个半月 假设如果这些证据成立 你没有了6万元 又要再付多半个月佣金 付 再付 那个经纪的话 到底是多了6万6 还是 丧失了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找个好租客 继续租下去 才算呢 所以 其实有时候 究竟是不是因加得减呢 还有 这个租客究竟会租多久呢 长租下去 还是 又是到期走呢 这个不知道 那当然 这件事 其实是个别 个别例子 个别例子 一单的例子 是不是 代表等同于整个租务市场的情况呢 这个也是大家 值得深思 但是地产代理一定是将好的一面 很乐观的一面 告诉大家 但是现在就想指出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当社税的售价跌 租金跌 住宅的楼价跌 但是租金升 总是有一样东西 一定是 未完全反映的 但是 转转这样算 如果这个单位到底多少钱呢 查一查就知道 这个 二座低层必失 那么 我从二楼上到七楼 打个平均价大概是14万左右 14万就是大概赤价16,200 如果用回刚才那个租金 29,000 乘回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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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 很厉害 你当平均价是14,000 计算不够 2%左右 但是你还没计算 你要交物业税交差 在交管理费 实际上的 Effective Ventor Rate 其实都是 1点几个percent 没错 那就要讲一下这个LP10在哪里 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如果你是走过去 将军澳 进去电视城 就经江南隧道进去 就是那条 有盖的 就是江军澳南隧道 是 通车之后 理论上这个 其实是其中一个 就是最近的 日出康城 整个这么多期里面 最接近江南隧道的 一个物业 而且他面向就是 李渔门 真的是 超级无敌的大海景 每天看到日出的 说到这么正的话 如果说回这个14000 平均尺价 就是多少钱一尺 大概是16000元一尺 是的 大概16000元一尺 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当日南风投地 和政府拿多少钱一元 成本价 是 多少钱 2000元 2044元 拿到回来 在2016年 那时候 拿到这块地 经过这么多年 起完之后 他卖到 起碼16000元一尺 是 南风也是 地产发展商也是 但是唯一是 那些业主不聪明 因为高价买了 高价买了 现在你想放租 就是输了 给银行的 所以 陈敏杰先生 看完这篇 《明报》文章之后 是不是个别例子呢 可能陈敏杰先生 有听这个节目 他就知道 你会这么说 所以他在自己官方网站 列举了很多的例子 出来 6月份 业主加租的16 以数量取胜 加幅分别是由1.5% 何文田浩田 去到最顶南昌站 煤晒2A 30.8% 举了这么多例子 不过 你不让我看 不写得那么清楚 我又不知道 看得清楚的话 我又知道 多一点 你看回旧租药日期 是 我列了几个有趣的出来 如果是6月 6月国区加租 是 即是2024年的6月加租 是 在23年7月 假设 你一年死约 你一年死约都没完 有得加租 是呀是呀 这个我又不明白了 他在旧租日期 2023年7月 头一年的死约 是不是应该到2024年7月 是呀是呀 美元可以加租 这是第1个不明白 第2个不明白 就是21 大国 取利澳方 海岸 我看新闻 和大家可能 报新闻不同 我喜欢找里面的东西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浪费时间 但我的人生乐趣就是这样 去求真 21年的4月 旧租药 如果早一年死约就是 2年的4月 第二张租药是23年的4月 我当你结束了两年的约 接着你加租 由13,200加到15,800加两成 很厉害 但是反过来 你6月才是各区加租16 即是雕空了两个月 雕空两个月就是 舊租药 13,200加到26,000 这是一个例子 再是官塘海汇一期 2022年的12月 到底 他在6月说加租可以加到38,000 一年死约就是2023年的12月 到底业主 是在2023年的12月 好像那个业主 不租你了 还是 租租一下 租到不知多少月 突然不租 才找到呢 假设一年死约 他要加租 不租的话 他只是雕空了6个月 6个月乘了31,000 即是18,600 18,600 这个一定是6月租的 他只是说6月国区 业主加租16 他写明6月的新租金是38,000 这是从中原提供的资料 我只能够得到这些资料推敲 有几个是 是不是要丢空很久才能找到新租客呢 然后就是 日出康城LP6 27,000加到35,000 2023年旧租约 一年死约2024年3月 又丢空三个月 27,000丢空三个月 即是差不多84,000 这里 大约是20个租盘 那 究竟是不是个别例子呢 还是很多呢 20个租盘我想应该相对于 一间 地产代理集团来计 是很少的比例 那你说 是不是个别的例子 真的标榜出来 来到去 告诉你租金不跌呢 而 其他的租盘 究竟是租金跌还是不跌呢 我们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因为 因为 跌租的租盘 就一定不会上榜的 而 20个租盘 都是要一两年的时间 那你说是不是个别例子呢 大家自己去想想嘛 自己想想吧 但是起码一件事 一定是对的 就是 业主 如果原业主正在租盘的 他要加租 你就一定要搏 你最好穩定底 背後有些便宜的租盤之後 才斷你租約 起碼一件事就是 我現在斷你租約 你起碼半年以後才租得出 你也要蝕到偶 其實這個是博弈的 就是跟你博弈 你以為恥住 加租我們而麻煩 不肯搬走 我就是要搬走 那奈我何? 所以錢錢錢的觀眾真的挺高質的 Max Fung說 康年你還沒計百交管理費 5元呎17,800 其實集費大家都知道要付的 其實就是說 是不是真的加租在香港的住宅物業 這是一條很想不明白的問題 當所有東西跌的時候 租金是不是獨獨可以升呢? 也都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現在地產代理的口徑就是說 總之樓價跌了 租金都很硬正 還要千方百計租給你看 租金是要升了 其實只不過是十零二十個盤 告訴你 有時候你遇到那些租客傻的 那就真的高位租了 未必是真的事實的 未必是事實的全部 還有你也可能就是說 例如八百多呎的單位 其實可能有些租開千多呎的單位的人 都是減肥 縮 縮下八百多呎 那麼 孕心又小了 那就隨便吧 其實我也是這樣的 我也不會跟跟計較的 是呀 還有再說一件事 現在供樓比租樓更貴 即是好像說 假設那個例子單位呢 假設是千四萬的話呢 收三萬 收二萬九元租呢 那麼很多的供樓的成本 假設買了你供25年呢 你都要可能三萬幾四萬元的供樓的 即是租是不夠這樣供樓的錢的 還有 你說真的 日出康城 將軍路 如果租到二萬九的八百多呎 其實說真的 八百多呎的海日豪園都可以租到啦 你是不是 你熟 說真的 你二萬九 我租更加市區核心啦 都租到啦 用來租就日出康城啦 例子來的而已 我不是打算拿這個來邀請你 但只是想說 現在香港有一個很獨特很怪的現象 就是租金還是可以升 是不是可以持續下去呢 即是等於過往那兩年 大家聽了很多樓市上面的大膽預測 通關樓市要升 接著設立樓市會升 樓價會升 這幾樣東西就是大家在驗證之後呢 就是大師的預言準了啦 那現在就差這個了 租金 就是大師親歷其境 租金是在下跌的 但是現在地產代理或者官方的樓價的指數 暫時出現就是連升三個月 那這個大家有待 到底會不會到時租金都要追跌下去呢 VinVin就說得對啦 租客要聰明一點 不要讓業主拿著頸子啊 用不著拿著頸子啊 是不是呢 現在這麼多單位租 這麼多租盤 我用不著怕你嗎 真的 補充上個星期我們講了一個資料 就是香港接下來的三四年的樓房的供應 有十一萬多間的嘛 阿John那張還在嗎 你找一下 你看看能不能找到 就是想說回十一萬多間 我上個星期就說了一個什麼概念 是啊 找得回 是啊 就是這個概念呢 我上個星期跟大師做完節目 然後再告訴大師聽 十一萬間的什麼概念呢 因為呢 香港就很有趣 我看一些傳媒呢 是 他報道香港的寫字樓空置率啊 14%啊 就等於多少呢 他用七棟IFC來代表嘛 那我就學那些傳媒這樣說了 在香港的住宅樓盤 現在是有十一萬的 超過十一萬的單位 是代表什麼概念呢 就是上個星期的Story2那裏 那裏 新盤也很好賣那個 是啊 十一萬二千個是有什麼概念呢 令到大家去更加繪形繪星想到呢 大概就是太古城12000個單位 是 即是十間太古城 接近整個太古城 十個太古城 又或者是美孚新村 就是11000個單位 也是十個美孚新村 十個美孚新村 美孚新村有99期 是 你想想 現在 你想做業主 大把機會在你眼前 是 是 接下來有十個太古城 或者十個美孚新村 是等著你去填滿它 是的 就是這樣 當然 補充這個資料 純粹 是的 免責聲明 Rekka Finance 握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kka Finance所提供之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kk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kk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kka Finance立場 品齊